哈喽大家好 我是美国后人教育的Mary老师 那么今天呢将给大家一起来讲解一下 佐治亚理工本科转学申请当中的一些流程 还有注意事项 那今天呢我将会从以下四个方面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佐治亚理工的这个转学 首先呢我们会简单的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佐治亚理工这个学校 以及他所在的城市亚特兰大 其次呢我会给大家来梳理一下 佐治亚理工的一些转学的流程 其次呢我会帮助大家提点一下 国际转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哪一些注意事项 最后的话呢想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 后人可以帮你做到的是哪一些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佐治亚理工大学 和他所在的城市亚特兰大 那么根据最新2019年US News的排名 今年佐治亚理工排名全美35 那么这是一所美国的综合性公立大学 创建于1885年 那么佐治亚理工大学呢 与麻省理工学院 还有加州理工学院 并称为美国的三大理工学院 那么它还有南方MIT之称 那么学校的总部呢 是位于美国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市 与很多同学熟悉的Emory大学 同处于一个城市 那么除了位于亚特兰大市的主校区呢 该校在州外还有法国都有开设了分校 那么在这个2019年US News的 综合大学本科排名当中呢 佐治亚理工大学的本科工程学院 排名全美第四 而且工程学院旗下各个系 均位列全美前五 比如说有排名第一的工业工程 排名第三的生物医学工程 还有排名第五的计算机工程等等 所以可以说啊 佐治亚大学的这个工程学院 是非常的厉害 接下去我们看一下 佐治亚理工大学所在的亚特兰大城市 那么美国东南部的第一大城市呢 就是亚特兰那 那么它是美国的三大高地城市之一 是美国的第九大都市区 也是美国佐治亚州的首府 还有最大的工业城市 那么它其实是作为一个铁路的枢纽 发展于19世纪早期 虽然在南北战争的时候有被摧毁 但是在被选为州府之后迅速的重建 那么大家也应该是非常看到啊 这边有这个可口可乐事件 那么呢 那个可口可乐的总部哈 跟这个佐治亚理工的这个学校 只有一条街之隔 那据传闻呢 因为是学校跟可口可乐公司有合作 所以呢 学校里面几乎是看不到 有百事可乐的这个出现 所以大家可以去学校里面看一下 是否真的是这样 而且很多去亚特兰大城市旅游的 这个朋友啊 同学都会去参观可口可乐世界 去品尝几百种不同口味的可口可乐 那么提到亚特兰大呢 还必须要提到一位人物叫 马丁路德金 那么我相信大家最最能够想到 马丁路德金的就是他的著名的演讲 I have a dream 那么马丁路德金博士的国家历史遗址 也在亚特兰大城市 那么这个遗址呢 包括马丁出生的一些房子 他幼年时常去打篮球的街区 还有一些纪念碑 纪念馆 还有教堂 以上的目的都在这个地方 接下去我来给大家带来一下 佐借旅工转学的一些流程 还有注意事项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 2018年学校官方给出的转学数据 那这个flyer的呢 在学校的官网上面是可以看到的 我们一起来解读几个数字 首先在2018年秋季 所有申请佐借旅工学校的这个转学生 一共有3076人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正面有两个比例 一个是54% 还有一个是19% 那么根据学校提供的数据 是佐借旅工当着 这个州的这个学生呢 是54% 从外州转入的学生是19% 那接下去的话 我们看到右边 这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字 叫academic profile 那也就是说 申请这些转学生的一个 学术方面的一个总结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GPA 第一个GPA叫overall GPA 那么就是我们理解的 转学生申请的总GPA 第二个GPA叫math and science GPA 也就是数学啊 还有这些科学学科的GPA 这两个GPA都高达3.7 所以呢 在申请佐借旅工学校的学生要注意了 如果你的这个总GPA 以及你数学 还有科学课程的这个GPA 没有达到3.7的话 那你可能还要思考一下 自己是否有更多的竞争能力 那么右下讲呢 是我的这个个人的微信 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 佐借旅工转学问题的话 可以在整个讲座的过程当中 添加我的微信 我也很乐意为大家进行解答 下去的话 我们看一下一个费用的一个预估 那么这个呢 也是来源于学校的这个官网 那么可以看到哈 我们作为这个国际学生的话 主要是看到这个表格的最右边 Non-Georgia Residence 那么看到说 接下去2018到2019年 咱们的一个学费 以及加上了生活费啊 以及平时的餐费的一个预估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根据自己家庭的这个水平 可以考虑是否要选择这个学校 接下去我刚才讲一下 佐借旅工学校 比较好的一点就是 它每年的春季 夏季还有秋季 都是有转学申请可以申请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春季的这个截止日期 是每年的9月1号 夏季的这个截止日期 是1月15号 秋季的截止日期 是3月1号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考虑的是 2020年春季 这个转学的这个申请 接下去我们就要来 着重来考虑一下说 国际转学生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考虑的几个因素 好 这边我列出了五个学校 在这个官网当中提到的申请材料 我们一个一个来进行讲解 首先第一个 那佐治亚立功呢 是采用自己学校的网声系统 在这个网声系统里面呢 会有三个short answer assets 也是跟我们这个上面列出的 第五个相呼应 那么在这个回答 三个short answer assets呢 学校呢 也提出了一些小小的一些tips 给到我们国际学生 比如说 我们可以尽早开始准备 不要等到最后一天 那么其次的话呢 是想要展示国际学生真实的一面 不需要说太夸大自己的这个经历 其次的话呢 所有国际转学学生 应该有一个思维上面的一个转变 不是问学校说 你想要看到我在这个文章当中体现什么 而是要去想 你愿意给学校在文章当中体现什么 那这个思想呢 其实可以更多的运用于 别的这个申请过程当中 我记得之前在上个月的时候 去参加哈佛斯坦福学校的 这个转学论坛的时候 也有同学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当时哈佛的这个招生官 马上就跟他说 你的这个想法其实是有问题的 因为在整个personal statement 或者说是short answer的过程当中 你应该思考的是 你想要给学校展现你 个人经历当中 或者是你作为这个转学生的一个特征 而不是你要去期望 学校想要从你身上看到什么 所以这点的话 大家一定要当心 那么在这边的第二点的话 我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叫document deadline 很多学生可能会不太熟悉 什么叫document deadline 因为一般在学校的申请当中呢 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一个申请的截止日期 往往会忽略了一个叫材料寄送到学校的一个日期 那么在佐治亚理工的官网上面 是有非常明确的这个材料寄送deadline 那么学生们要注意了 这个deadline的话呢 是不允许negotiate 所以说呢你在这个deadline之前 必须要考虑的就是 你的成绩单有没有寄送 你的这个英语的语言成绩 有没有给学校进行展示 你的这个学校的往生是否都已经完成 那么这些的话 其实要提醒大家就是早做准备 好接下去我们看一下第三点 叫所有以前的这个学校 要寄送official transcript 那么这一点的话呢 相信很多学生在申请的过程当中 肯定都会碰到 那么在这里的话 就是提醒大家早进行寄送的准备 那么尤其是这个境外的这个学生 如果说想要考虑从别的国家 想要转学到佐治亚理工的话呢 一定要注意一下 所有境外的成绩单 学校是必须要求去做这个学分啊 还有这个课程的认证 这个是一定要提醒大家 因为这个认证是很花时间 短的话可能几个星期能够完成 长的话可能高达几个月 那么第四个呢 我要提醒大家就是 关于这个英语语言的一个凭证 在学校的官网上面有提到 说任何一个转学的学生的话呢 他是必须要能够展示 有连续两门大学阶段的 英语学分课程 那么一共呢 加起来是六个学分 那么学校呢 特别在网上有提醒到说 像托福啊 或者说你在境外学的 一些这个成绩的话呢 可能不能用作是英语 这个学分的一个展示 所以这一点的话呢 提醒各位学生 不要觉得说啊 有了这个托福之后 我就高枕无忧了 那我就不去修这个英语课程了 这个可能是出现问题的 那么接下去呢 我还想提醒大家一点 就是在整个转学 审核的过程当中呢 学校一直在强调的一个单词 叫Holistic 那么这个单词呢 在很多学校的这个评估当中 会经常被招生官去运营到 翻译过来呢 它就是做一个叫整体的评估 那么呢 在官方网站上面呢 针对这个整体的评估 学校有给出比较详细的 学生需要考量的几个方面 那我一个一个帮大家顺一下哈 首先第一个呢 学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GPA 那么因为学校的这个 computing啊 或者是engineering的这个专业 非常的抢手 那么学校有列出说 如果是你要申请 college of computing的话呢 你必须要达到最低的要求是 3.3-4的GPA 如果是这个college of engineering的话 也同样是3.3-4.0 那如果说你是别的 比如说像college of design啊 college of science 以及别的其他的学员的话 可能3.0是已经足够的 所以说的话 在这个大家GPA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保持良好的GPA 接下去的话呢 就是关于这个先修课程 那么作为一个理工课类的学校 先修课程是十分重要的 就比如说有的专业 会要求学生 一定要先修够两门 带有lab的这个课程 或者说有别的一些math啊 或者说是science之类的课程 在学校官网上面 有非常详细的 关于先修课程要求的PDF 我建议每一个学生 把这个PDF打印下来 针对自己想要选修的 报考的这个专业 去进行核对 看一下自己现在的选课 是否还有别的问题 接下去的话 就是关于这个personal essay 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前面提到的 学校网声系统当中 提到的三个小的一个短文 那么这个短文的话呢 我希望每个学生 展现出来的是 你独特的一面 而不是说 我想要展现出这样 学校想要看什么 我就展现出什么 这个是咱们在写作过程当中 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 其次学校也会看中 学生对于这个专业的选择 为什么我把这个特别强调呢 因为有的学生在做转学的时候 他可能会想 我到底想要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呢 哎呀我先随便报一个 然后呢之后 比如说我到学校里面之后 我录取了之后 我再进行转专业 这样也是可以的 确实理论上这样的操作 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左债理工 他们在官网上面有提到说 他们在审核的时候 会看一个学生的选课 他的选课跟他报考的专业之间 是否有非常强的紧密联系 这样其实也是可以体现出 一个学生对于专业的热爱 也是可以体现出一个学生 对这个所学专业的一个 掌握的一个兴趣的程度 所以我建议大家 如果真的对于左债理工的某些专业 特别感兴趣的话 在选课上面一定要下一点功夫 而不是说我先选一些这个大众的课程之后 我再换吧 那很可能在选课方面 你会让学校觉得说 他可能也只是来试一下而已 所以这一点的话大家要注意一下 好 那么接下去的话呢 我还是要跟大家再去重申一下 国际转学生申请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 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Document Deadline 学校有很明确的材料邮寄的 Deadline 学生们一定不要错过 第二个就是专业的一个 先修课程的要求 你必须要去看 你这门课 哪一个这个先修课程有没有完成 哪一个先修课程是必须要带有Lab 这样子的一些要求 第三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境外成绩单的评估 这个是学校必须要求每一个学生做的 所以如果说咱们有这个中国的 或者说是别的国家的这个成绩单的话 一定要提早去做境外成绩单的评估 那么最后的话就是这个英语的这个 语言的一个proficiency 那么呢是一定要去选修两门 这个college level的这个课程 加起来一共是六个semester hour 那么具体哪一些课程 可以算作college level的话呢 学校呢也有在官网上面放出一个链接 那么如果说各位学生对于这个 选修课程有问题的话呢 也可以来加我的微信 然后跟我进行沟通 同时要注意一下哈 如果是咱们是转学学生的话呢 学校对于咱们的学分是有要求的 学生呢 学校会要求每一个转学学生 至少要修够三十个semester的学分 或者是四十五个quarter的学分 那其实换算过来的话 差不多是必须要是在大一一年之后 才考虑转学 因为每一个学期国际学生 至少是十二个semester的这个学分嘛 所以三十个的话 差不多是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那有的学生修的多一点的话 可能会快一些 那同样的话 四十五quarter credits的话 也是如此 所以大家在转学的过程当中 不要想说 哎呀这个学校 春季夏季秋季都可以申请转学 那么我就一股脑 我说今年春季 或者说今年秋季 我刚进到一个学校 我就马上过了一个学期之后 我就考虑转学 这个是不可以的 因为是有最低的这个学分的要求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OK 好 其实呢 在这个国际转学生的这个审核当中 在我们前面谈到了 这个学校 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评估的方式 来看每一个学生的这个审核的材料 其实这一种审核的方式 Holistic这个process呢 在全美可以说是 几乎每一个学校 都是这样来考虑的 所以呢 很多学生会去想 哎呀我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如果说我只专注GPA 可不可以 其实学校更多的是想要看 你除了GPA之外呢 比如说你在一些社区当中的 一些community的一些活动 因为在这个写short asset的时候 很多学生他会去想 我的素材来源于哪里呢 其实素材都是来源于生活 比如说你在这个社区当中 有参加过一些志愿的活动 或者说你在这个课外的话呢 有一些额外的一些活动参加 从这些活动当中 咱们要思考一下 就是这个活动不仅仅是泛泛的 去报一个流水账 我今天参加了这个志愿活动 我明天参加了那个志愿活动 大家要从这个当中去思考 我在这个活动当中 我的投入是什么 我对于这个活动的involvement是什么 我在这个活动当中 我是否有起到一些 leadership的一些作用 在这个leadership的领导过程当中 我是否有遇到一些困难 这些困难我是怎么来进行解决的 从这些解决的过程当中 对于我自己的学习 或者说我对于选择这个学校 或者说对于我今后的一个专业的选择 学习的一个选择 会有怎么样的一些影响 这一些是我希望大家 从一些课外活动当中 延伸到自己的这个文书当中的 过渡的一个桥梁 这些问题是我们应该自己问自己的 同时我希望每一个学生 希望他可以知道说 为什么我要申请做这样的一项 很多学校会想说 他的这个排名好 他的这个专业好 他的这个出入好 他的这个薪水高 确实这些是我们在选择 这个学校过程当中 确实要考虑的一些因素 但是我想问一下 每个学生 你是真的喜欢这个学校吗 你是否真的愿意花这么多的时间 跟一群优求的人 去这个专业里面去进行拼搏 或者说你真的愿意去静下心来 投入到这个学术当中 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 因为很多学生在选择学校的时候 可能他只注重到了 学校的一个排名 但是他可能忽略了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你的生活的环境 比如说有很多学生 来到美国之后 有的学生去了中部 他会想说 老师我以前从来都没有来到过 这么荒凉的地方去生活 美国的中部 像大家知道的 就是跟大农村是一样的 很多都是域地 确实在中部是有很多好的学校 但是他们往往忽略说 在这样的好的学校 我的生活的环境 真的是足够支撑 我留下来的原因吗 比如说有的学生喜欢大城市 很多学生喜欢美东 或者是美西的一些城市 那么选择Georgia理工的话 那你愿意在亚特兰大 这样的城市生活吗 其实这个学生的学习的环境 还有生活的环境 是我觉得在整个学生生涯当中 非常重要的两个因素 大家不可以说 我就是为了这个学校 我才要去 然后接下去 我想让大家再认真思考 一个问题就是 你从Georgia理工 如果毕业之后的话 你希望从这个学校 得到一些什么 你是想要仅得到一个文凭吗 还是说想要得到一个 学校的一个高的一个reputation 或者说你想要说 通过这个学校去踏入一个 更好的一个工作 或者是学术的领域 你到底想要从这个学校 获得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呢 可能在现在申请转学过程当中 有的学生还比较迷茫 但是呢 我觉得说有转学想法的学生 我觉得都是很优秀的 因为他们知道说 我想要再往前卖一卖 我想要去追寻 更高的一个学术的这个水平 所以这些问题 其实你在仔细思考 在你写作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回答学校 这个往生的过程当中 甚至是自己 在这个搜索学校过程当中 你也是可以得到自己的答案的 好 最后的话呢 想给大家留下一些 小小的一些tips 就像我前面说到的 这个学校是有document deadline 也就是说 它有申请材料 寄到学校的deadline 所以我这边提醒各位学生 一定要去尽早的操作 这样的话呢 你才不会说 我提交申请了 但是我突然发现 我没有时间去处理这些材料了 那么到时候的话呢 就会忙得焦头烂额 同时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学校这个官网上面 有很明确的 关于academic integrity的一些信息 你提交的这个材料 必须是真实的 必须是这个 不能说有一些隐瞒啊 或者说是造假 这样的情况 我们是坚决不允许 这样的情况发生 同时呢 很多学校都会有一些 transfer session的一些 event 比如说呢 这个学校会在每年的 固定的几个月 去网上进行一些 这样的讲座 那么我也鼓励一些 国际学生的话 去听一听这些讲座 去跟这些招生办的人 去进行一个沟通 这样的话 你才能知道说 哦 现在的一个 转学的过程当中 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同时的话呢 我也希望各位学生 可以密切地去关注一下 学校的一些 转学的数据 每一年的话呢 很多学校都会把这些数据 整理放在网上给到大家 同时也是相当于 给到大家一个标识 可以告诉说 哦 自己我现在大概是 在怎么样的情况 好 最后的话呢 就是想跟大家谈一下 就是咱们后人教育 可以帮助你的事 那 像大家很多学生说 我只有这个GPA 对吧 GPA比较拿得出手 别的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 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成绩单 发给我 可以看一下 首先咱们要去确定的是 一个先修课程的一个要求 其次的话呢 我们要看一下这个 关于背景的一些提升 那如果说 你的背景比较欠缺的话呢 可以给你一些建议 比如说去参加一些 背景提升啊 或者是去参加一些 志愿者的一些项目 那接下去的话 可能就跟你去挖掘一下 在整个文书当中 你可以提到的一些地方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说 大家如果只有GPA 这一张王牌的话 千万不要慌 可以去找老师 帮你去进行一个分析 那最后呢 我希望大家每个学生 都可以在这个新的一轮 转学季的过程当中 申请到自己新的学校 那么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通过这个 添加我的个人的微信 那我的微信在这个屏幕上 可以直接扫描 这个二维码 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大家可以也到我们的官网 去进行咨询 那这个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